特型演员杨俊勇突发疾病去世 曾出演《长征大决战》等剧 杨俊勇去世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们在感到意外的同时 也都通过自己的方式 积极缅怀了这位带给观众许多经典角色的实力派演员 杨俊勇曾在经典版《红楼梦》中扮演过贾荣一角 他对该角色的演艺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0年前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电视剧《长征》 唐国强既是导演 又是主演 该剧除了唐国强 刘靖 王武福 郭连文等演员带来精彩的表演外 杨俊勇饰演的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 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大决战》大获成功后 很多观众呼吁拍摄第二部 很可惜杨俊勇真诚 和蔼的笑容 观众再也看不到了 通过欧阳奋强晒出的聊天截图得知 《红楼梦》中的演员们对杨俊勇去世的消息同样感到意外和震惊 据《红楼梦》中扮演相邻的演员陈建月透露 杨俊勇所在的中国儿童剧院将帮忙料理后事 告别仪式定于11月2日在北京举行 主要营造的演员发生了产品 发生了产品 官员吴发生了产品 红楼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